主料,吃小豆200克,冰糖140克,主料,玉米油45克,准备时间,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1-2小时,红豆浸泡4小时后放锅里,倒入清水,盖上盖子大火煮开转小火那种40分钟的1小时,煮至红豆裂口开花,用手以免就烂即可,把煮好的红豆放进搅拌机里,搅打成泥,准备好, 打碎的冰糖和玉米油,将红豆泥和冰糖倒入不沾锅里,开中火炒制,炒制过程中放三次倒入玉米油,将红豆泥炒干后集成红豆沙,将其盛出酿凉后放入冰箱冷藏,随用随取,烹饪技巧,煮红豆的水最好别到太多,否则在炒的时候,会很费时间,在搅打豆沙时,如果水少搅不动,可以适当加点水, 炒豆沙时会有豆浆往外放,注意别烫着加油炒,会是豆沙吃起来更滋润,每次加油时,都要炒着跟豆沙完全融合后再加下一次,用冰糖再替白糖会更健康,营养也更全面,豆沙一次用不完,如果是短时间存放可以放冷藏室,如果是长时间存放,就要放冷豆室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